这有一个圆 如果这个圆心角是60度的话 那这个三角形就是个等边三角形 这两角就也是60度 而且这三条边都相等 如果圆心角不是60度 而是90度的话 那这个三角形就变成了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这两角就都是45度 三边的比就是1比1比根号2 如果圆心角再大一点变成120度 你只要做出这个角的角平分线 就会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等边三角形 而构成的这个四边形恰好是个零形 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 且这几条边都相等 这几个角都是60度 看来当圆心角是60度 90度和120度的时候 都可以构造出特殊的多边形 从而快速求出边和角 但有的时候题目会伪装的比较含蓄 它不会告诉你圆心角 而是告诉你圆周角 这个时候你只要做出对应的圆心角即可 比如告诉你圆周角是30度 那圆心角就是60度 告诉你圆周角是45度 那圆心角就是90度 告诉你圆周角是60度 那圆心角就是120度 接着就可以构造出特殊的多边形 进而快速求解边和角了 比如这个圆 告诉你嫌BC长是E 叫BAC是30度 让你求半径 出现了30度的圆周角 赶紧把相应的圆心角连出来 圆周角是30度 圆心角就是60度 这就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这条边是1 那这两条边也是1 也就是半径等于1 搞定 以上就是圆中的特殊角的主要内容 总结起来就一点 只要看到了30度 45度 60度 这样的圆周角 你就马上把他的圆心角连出来 构造特殊多边形 好了 速速刷题去吧